應該有發現我哪裡不一樣吧 對啊 應該有發現我哪裡不一樣吧 超漂亮的耶 好便喔 好便喔 你要結弟要吃婚嗎 那可以再加一次吧 歡迎收看 How are you doing 我們是今天的Dooine小編團 我是雪潤 我是甜甜 今天那我問你喔 我們今天現在位於桃園的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在藝文特區 就是桃園市最有文藝氣息的地方 這裡呢很常會有舉辦我們桃園藝文相關的活動 就會在這裡舉行啊 會有一些表演跟展演都會在這裡 因為這裡有桃園的展演中心 然後我就自肥一下 像我之前就有在這裡的展演中心唱一些演唱會 你今天來這裡要幹嘛的 我們今天來這裡 因為最近天氣稍微非常的炎熱 而身體上面會有一些很多的變化 所以我今天特別約了一個女神 是誰 是誰 好 那我們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小安 小安 耶 哈囉 我今天跟你約好我們今天來這裡 因為你很漂亮你是女神 沒有我們都是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地方就是女神都會來的地方 對而且你今天跟我說我們今天要來漂漂亮亮的 對 等一下就帶你們去看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就一起上去樓上吧 Let's go 好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幸福朵拉 為什麼我們會在這裡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一些美容相關的體驗 那我們就邀請我們今天的老師詠寧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詠寧 我是來自屏東的台灣族 那我來桃園這邊自己創業大概已經快十幾十四年了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就是今天啊 因為我們帶我們的女神來到這裡 因為女神已經很漂亮了 可是我們今天約她是因為我們想要就是跟她一樣漂亮 所以今天老師有 我今天想要跟甜甜一樣白 那我想就是老師今天有沒有就是特別為我們三個 就是有準備什麼樣的就是美容的體驗 像如果第一次來到我們店內的 其實我是非常主推我們的主打課程 G7課程 那它這個課程其實跟一般外面的就是傳統的美容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它是塑像 就是你做一次抵六次臉 抵你去外面做六次的意思 那同時有做到美白 保濕 然後緊實 拉提 對 那同時它也用到兩個機器 所以它有點類衣美的概念 那今天我們就是今天我們三個會有什麼樣的體驗 就是老師要不要大概就是跟我們說一下 那另外兩位的話 另外一個課程也是我們非常主打的身體課程 它是屬於幸運族做下半身循環 那它的特別是在就是你會看到我們前面有個主子富貴族 我們會用這個主子去幫你去做身體的雕塑 就是搭配我們的精油跟特殊的手法 那它同時又可以幫你做到一個能量的交換 讓我們它會吸附我們身體不好的能量以外 把主子好的能量導入到我們身上 就是它有點開運的概念 喔 會開運 會幸運族 幸運族 你好像沒有聽過這種課程 對 它也是我們獨創的課程 像剛剛臉部跟身體這個課程 其實都是屬於獨創課程 那今天第三位的體驗我們就是用睫毛 像女孩子嘛 每個都是 因為都戴口罩 所以其實眼睛眼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睫毛就是不可或缺 就一定要有 那老師我想要請問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來到這裡的話 那就是有什麼樣的體驗 就是可以參考 比如說從來沒有做過臉的 是 或者是現在時下最流行的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說 我們這邊都是女生嗎 還是說如果 還是有很多愛美的男生 是 他們會不會也想要來美容這樣 OK 像第一次如果來到店內的話 其實我會非常推薦像我們G7的課程 或者是我們剛剛第四項有個 幸運族下半身循環的課程 其實這兩個課程呢 為什麼會介紹這兩個課程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在外面做不到 真的嗎 對 我們臉部G7這個課程 其實它那個精華液它是有專利的 其實它特別是它那個精華液 這精華液裡面它有多種的生態 對 所以它才可以做到說一次 你導完我們幫你做好的導入之後 它可以同時提升美白 好保濕拉體抗腦這一塊 因為它可以就是讓我們一次第六次 基礎的臉部的課程 那男生呢 如果是男生來的 其實大部分人來除 除毛男生就是除腿毛 腋下 或者是他繞腮糊 對 可能做造型啊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這邊長很多 他可能只想要留這一段 那我們也會幫他去做一個處理 那也有男生是夫妻一起來做什麼 私密除除毛 對 就是提升他們的可能 房間的樂趣 對 對 我想要問就是那個暖工的部分 因為好像在外面 妳有看過這個 其實這個課程 在這兩三年其實還蠻熱門的 是因為其實近幾年 其實年輕人現在不怨的越來越多 妳有沒有發現現在女孩子 都愛喝冰 喜歡吃冰的 然後現在年輕女生又不懂得保養 對 所以其實婦科狀況都不是很好 然後後來也是做了就是像我們這種 就是暖工住院的課程 讓我們的子宮的狀況能夠回復到年輕的狀態 對 透過一些手把跟精油去做一些調理 讓我們可以懷孕的紀律更高 對 而且我看老師妳們這邊幾乎從頭到腳都包 而且甚至也指甲也有 也有 對 難怪就是這裡走出去每一個人都會變成女生 對 真的沒有是桃園的朋友們 妳們真的太幸福了 因為老師妳剛剛說就是妳來桃園創業的時間大概有14年這麼長的時間 對 想問一下老師在這個美容行業的創業上面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 然後怎麼去度過跟跨越的這樣 其實這一路來其實困難很多 其實也失敗很多次 但是其實就是要堅持啦 而且要不斷找不同的方式 其實因為我們是從南部上來 其實在這邊是沒有任何資源 那也是邊做邊學 就是從每一次的失敗經驗裡面去做一些調整 但是我不是那種就是一失敗之後那邊收了不做 就是我會去找說有沒有其他現在這個廠商新的東西 或者是再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再去學一些可能更好的更特別的產品進來這樣子 非常期待就是今天體驗這三個美容體驗之後 我真的會跟小愛一樣漂亮 肯定 超越了超越了 好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讓我們一起分別去體驗就是這三種課程 然後待會讓你們看一下就是我們變成女神的樣子 那就待會見囉 這個竹子呢是跟外面的那種富貴竹是不一樣的 它出廠的時候呢是又經過特別的挑選 然後呢還經過那種逆滲透的水去浸泡完之後 沒有農藥殘留之後才可以出來的 這個因為是要經過加熱 加熱的溫度大概就接近我們體溫的溫度 它可以呢就是促進那種富交感神經 像有人比如說泡澡啊 是不是讓身體加熱對不對 然後你會覺得放鬆嘛 它會平衡自律神經 老師那個針頭就是要把它那個很容易打進去 對它就是每一個點它每彈一下 其實它就創造了25個孔 所以你會發現說它一秒鐘其實它彈了非常多下 對啊其實這樣打其實好舒服喔 所以它就可以讓我們達到說我們可以 比我們這樣子手部按摩的速度還要快 對 對啊因為這個打下去就是它有力道 可是它不會痛 它要做到就是微創就是有點紅 可是又不能出血不能出阻止 對 所以它就可以今天做完我們家馬上就可以上妝了 那一般醫美是你如果去打完醫美 它不可能讓你當下 它一定會叫你修護 可能一個禮拜一個月的時間 沒錯 就它那粉刺它會彈彈的好像被彈出來那種感覺 真的喔 就可以同時做到毛孔進化 這個機器就真的是一比六了 真的是一比六 像美睫是每個人都適合嗎 有沒有人就是沒辦法做睫毛這樣子 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其實都可以假睫 對因為它並沒有就是 輕入性之類的 對 所以其實就是每個人都可以 對 只是美睫之後有什麼就是要注意的 洗臉的時候要 稍微 對稍微避開 然後不要用臉蓬頭 直接沖 對 沖臉這樣 對對對 因為這樣很容易會把自己本身的睫毛也一起沖掉 所以其實其他的就是都是照常 就是洗臉那些都是照常 對都是正常的 對一定要是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美睫可以就是多久 維持多久 就做一次 可以維持大概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那也是蠻久的耶 好 耶 歡迎收看How are you doing 有求必義 為什麼有求必義呢 因為我們已經都做完了 我們各自的體驗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剛剛體驗我們的療程 各自的療程後的一些感受跟想法這樣 我是做那個幸運足腿部的部分 相信大家剛剛都有看到就是那些我腳的畫面 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它那個就是幸運足它是 就是它會熱熱熱的 對 有加熱過 因為我在做療程的過程中 我就是一直跟老師聊天 然後就是它有說就是 會幫助我的那個腳的部分的循環 對 然後剛剛做完的時候我就覺得就是 腳有比較輕鬆 是一個很好聽 我覺得如果下次有機會 我一定會就是 來做看看就是 除了腳部分 因為老師剛剛說也可以做到全身上 全體全身都可以 我覺得可以好好地來體驗一下 而且還會帶財 所以可以 需要 應該有發現我哪裡不一樣吧 對啊 應該有發現我哪裡不一樣 超漂亮的耶 好便喔 你要接第二次婚的嗎 哈哈哈哈 你可以再加一次吧 哈哈哈哈 絕對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這邊接睫毛買 因為我其實之前有接過別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真的很舒服 因為我很淺就是 剛開始可能它在幫我貼膠帶的那個部分 就很容易一直流眼淚 然後上膠 因為那個好像是睫毛要黏 沾膠 對沾膠之後黏在睫毛上面 也完全就是都沒有不舒服的 對對對都沒有燻的感覺 不會流眼淚 對完全沒有 我真的 因為我眼睛很容易過敏 就是也不會 我剛肩膀看完這樣也沒有什麼過敏的 而且老師真的技術很專業 就是很均勻 都靠認不出我自己 對 我剛剛是不是有許願說我要 就是比甜甜還要白 結果我真的做到了 真的 超白的 而且剛剛老師在幫我做那個 我覺得那個機器真的好特別喔 是 它就是很像就是像老師講的那種 好像類衣美 類衣美這樣子 然後再配合你們專屬的 對專利的精華液 對專利精華液 然後這樣抹上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按摩好舒服 而且那個機器在打你的時候就是 它又好像有推到骨頭 就很有力道 可是它不會推 對 而且我發現我整個臉就是很拉提 拉提 力臉就很明顯 對超級拉提 而且老師其實 後面還有一段是照光 我其實在照光之城 我就已經黏去 因為我覺得太舒服了 然後後來就醒來的時候就覺得好亮 老師就給我拿那個鏡子 天啊那個色差有沒有 真的差很多 超棒 而且整個超級提亮 那友妮老師我想問一下就是 假如說有些人就是想要投入到就是美容這個產業 那你有沒有什麼可以跟他們建議或是鼓勵他們的就是 該怎麼錄到這個 進入到這個行業裡面 對有什麼建議這樣 其實如果說以美容來講的話 它要入門 然後可以快速可以上手做生意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可以先從我們的 睫毛吉吉普開始 對就開始學這一塊 對 那再來其實如果喜歡跟人互動 那你想要做長久的 因為其實美容這個行業其實它是可以做很長期的 因為它不管男女老少其實它都是 現在都愛漂亮 男生現在也很愛美 所以我就會建議說睫毛之後 我們學習完吉吉普之後 我們就可以投入到臉 那假如說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讀會計系啊 就是突然想要轉職到這個美容產業 那你有沒有就是給他們一些建議啊 就是轉跑道 對對對 這樣有什麼 對要怎麼去就是去預備自己 或是對有什麼方法方式這樣 其實像我自己一開始我也不是本科系 我也是學商業的 然後後來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產業是可以讓我做一輩子的 甚至也可以傳承 所以後來我就也是到 我先到資訊局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才二十歲 沒什麼資金嘛 那又半工半讀 所以用最省錢的方式就是 運用我們政府給的資源 其實每個地區都有很多的資訊的課程 例如說它有美甲美介 然後美容的課程 甚至新娘化妝的課程 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去做運用的 那你慢慢去挑選到你喜歡的東西 再更進階的去學更進進的課程這樣子 今天很開心呢 可以邀請到我們游寧老師 還有很多就是剛剛我們體驗的三種體驗的老師 謝謝他們用他們專業的手法 就是把我們三個今天立刻變成女神 就是謝謝他們非常專業的手法 謝謝 那我們可以體驗這麼美好的下午在桃園最美的地方 桃園藝丸特區 對 然後還有在我們這個幸福朵拉舒服的工作室 也謝謝我們今天的女神嘉賓 謝謝 謝謝 很開心我們可以一起體驗這種美的課程 那我們 How you doing 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